中国移动即将公布了他们第三季度的业绩 从过去响课的数量来分析 已经出现暗约回信的情况 对于中国移动来讲 这是非常利好的消息 还有欧峰继续的一些发展 在内地来分析 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前景 特别就是欧峰可以有很多的生产商 中移动生产他们TDS CDMA的3G的手机 第一件就是联想移动 我相信在预测市盈率只有13倍左右的股局来分析 中移动的股价是比大盘要低得多 相信也有在未来发挥一定的支持的能力 相信在未来公布业绩之后 它的股价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